打破框框 起動節奏 快樂星期五 原來生活很快樂 劉遠芬 黃奕彤 今天這位嘉賓可能最初喜歡唱歌 但今年正式被唱片公司簽了作歌手 先介紹他 直播室內有這位小男孩 小男孩? 他的樣子挺陽光的 天啊 你有沒有想過被人稱為小男孩 安俊豪 安俊豪 早安 早安 安俊豪 她挺陽光的 哇 童哥 你知不知道我們剛剛去韓國 剛剛去韓國受訓 記得甚麼叫阿芝麻嗎 知不知道甚麼叫阿芝麻 不知道 阿芝麻就是大嬸 你這樣說令我想起阿芝麻這家事 沒有這樣事 你叫我牛軟也可以 她叫黃耀同希比 阿芝麻 韓劇常常都有 我不看 只知道甚麼叫奧巴 阿芝麻 天啊 安俊豪 其實你是今年 2016年的時候 有唱片公司簽了你作歌手 現在你介紹你的職業的時候 是不是都以歌手的身份 其實是 因為很開心 雖然接觸了音樂都一段時間 但今年可以正式加入樂壇 也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 說真的 剛才阿芝麻 黃耀同你叫她做小男孩 你大一點還是她大一點 她大一點 那你不是小小男孩 她給了一個感覺好像小男孩 她有點潑潑臭臭 感覺上她不像很豪邁很man的感覺 可能隨便一下她很man 還有剛剛看到童哥 你怎知道你是甚麼了 讓我哭一下威我 不過只是說笑而已 我想 阿慧同你介紹一下 安俊豪給我們這些品種認識一下 安俊豪 我對她的印象 就是以前在電視台 亞洲星光大道的參賽者 當年我自己也有看那個比賽 真的嗎 謝謝你 有看的 因為當時我也很喜歡看這類型的比賽 因為台灣流行 台灣流行後 你知道香港的節目 拿過來抄襲一下 學一下 當時我一直追 同期應該有羅力威 有鄺瑞克 種種 當時我在看 其中一個是參加者 就是安俊豪 當時我對她的印象 不算特別太深刻 說真的 但反而慢慢 就算我現在做資料搜集 原來第一屆 我經常以為是第二屆 即是第一屆的星光大道 對 亞洲星光大道 我知道她很勤力 多年來 2009年 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已經開始看她唱歌 那時是2009年 對 十八九歲 到現在 隔了這麼久才出道 今年是2016年的一個男生日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有戲女 隔了這麼多年 唱歌的時候 十八九歲 其實有戲女 因為我其實結束了香港的比賽 其實都去了台灣參加超級偶像的比賽 去到那邊之後 發現原來很多事情 不是自己想得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為什麼當初是選擇過台灣參加比賽 第一 好像Hibi 其實是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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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bi 那時是由台灣興起比賽 加上我那時參加亞洲星光大道 也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來比賽 我自己也想得起心肝 嘗試可以走出香港 看看比賽是怎麼回事 但是原來發現去到台灣 不是這麼簡單 第一 住宿的問題 即生活的問題 沒有家人在那邊 沒有朋友 還有原來發現 就算在那邊比賽 你要簽一個很長的合約 政府才可以叫公司給一個工作證 所以是很多很多的障礙 很多的難關 對 很多的難關 所以大概我過去都住了半年的時間 去台灣 然後就回到香港 那段回到香港的時間是很氣淚的 因為覺得在香港 以為比賽員會有音樂發展 誰不知 電視台很少 音樂節目 然後決定 好了不在香港了 去台灣 誰不知都是 有點氣淚 對 回到香港 還有台灣的人很厲害 很搶得 我看到他們都在音樂部分 其實他們普遍來說都可以搶得 譬如我們當時的輪選 是三千多人輪選 哇 三千多人 然後你們可能是三四十個人 然後進入一間房間 然後每人都會搶一句 然後就 你就是其中一個三四十個人 其實看到他們 大部份人都很搶得 那一句怎麼能表現出來 那怎樣選擇呢 就是選擇角色 選擇他們有沒有性格 或者聲音特別不特別 其實大部份都唱得好 我很想問問安俊濤 你記得當時你第一次參加星光大道的時間 你選擇的是什麼歌 我記得我好像是第一首 是藍瑜 張海有的藍瑜 喔 我想唱 你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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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出醜了 不如這樣 我知道你今天帶來你的好朋友過來 帶你不群認識 Expa Expa 早晨 雖然你在網紅網網支持 今天 你也可以說兩句 Expa 早晨 大家早晨 你也是玩Busking出身嗎 沒錯 現在是否經常在街上聽到你演奏 沒錯 在哪個地方多 我在尖沙咀比較多 讓我拔一下你 有機會又可以去 因為我們很想告訴大家 聽眾 尤其是他們正在上班 黃耳彤問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環節 整個小時 因為我很相信8點到9點 都不少人正在上班 原來很多人都真的會用手機耳用程式 去聽電台的節目 我自己很相信 當你聽到在電台節目 原來有一個組合 或者有一個人 是為你唱歌 然後希望你今天有一個好的開始 我相信心情也會輕鬆一點 所以今天安俊豪和Expa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令我們的聽眾 開心心地翻這個功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好 首先不如這樣 我們先唱一首歌曲 讓聽眾的朋友 先認識一下安俊豪的聲音 你會選擇什麼歌 先為我們的聽眾朋友 今天呢 早上打打氣 這個不得了 一個早上最重要的是什麼 早餐 對 吃早餐 這首歌詞 大家就會聽到很多早餐 有好多好多早餐 在這裡 在我們最熟悉的早餐店裡 如果你睡得多晚 起得多晚 甚至沒永遠在這裡 快迎光臨 你對呀對呀 對呀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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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呀對呀 對呀對呀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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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好多早餐 在這裡 在我們最熟悉的早餐店裡 不管你睡得多晚 起得多晚 甚至沒永遠在這裡 快迎光臨 你對呀對呀 對呀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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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對呀 嗯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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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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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的梦灵 微笑的梦体 我一直在这一陪你的 меч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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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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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其實這是不是美食車來的 如果我還沒吃車播這首歌也不錯 很舒服 但那句是甚麼意思 其實當我去看以前做一個訪問 他會告訴你 其實這裡是歡迎你的 有可能畫面是很多人走過 他就在朝來的人 進來吃早餐 迎接一個最開心的早餐 剛才我聽到他的歌詞 就是無論你睡得多晚 也沒關係 我們都是歡迎你 我們會分享你的茶 這個真的很開心 沒錯 對 剛剛認識了安俊豪 這個歌聲 這個曲風 待會回來問他 他自己最擅長的音樂 或者最喜歡的音樂 是甚麼類型 今天在直播室裡 有這位今年出道的新人 我可以叫他做新進的歌手 可以 可以 安俊豪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剛才他唱了一首歌曲 是台灣的歌手 叫盧廣仲 歌曲叫做安神之美 這首歌手一直被普遍的人 都認為是很獨特的 他的歌聲 或創作的風格 很另類 我想問一下安俊豪 你自己會定位 你自己是甚麼類型的歌手 其實 我一開始 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都是向著 跳唱歌手做一個目標 跳舞 唱歌 因為當時 我喜歡跳舞 又喜歡唱歌 如果兩者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就完美了 那時候這樣想 郭富成是我的偶像 但大家發現 其實歌曲裡的歌詞 對我來說 越來越有意思 所以 對我來說 如果你想做一個 甚麼類型的歌手 我會定位自己為一個 我想給我的聽眾的力量 這個力量是爆發力 還是其他情感 鼓勵 鼓勵 不過很有趣 安俊豪 剛才我看到你唱歌的時候 你是很投入 而且 因為你也是一個很帥的歌手 多謝 多謝 加上你的笑容很好 還有你會很投入 在音樂裡面 其實都是挺吸引的 但另一個部分 我自己覺得 你今年26歲 但你說話 其實你比黃奕彤還老練 他們已經在我們公司 叫做老鬼 由老職 只有25歲 但原來你還老練 其實我掩飾我的 內心 那種 恐懼 那種幼稚 那種幼稚 除了稱讚我 沒有辦法 我經常稱讚你英俊 剛剛想到 其實遠姐你是 芬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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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令一個人變得很成熟 我相信你身邊有很多你的朋友 其實他們沒有這麼多人生的經歷 可能他們會不出業之後 找一份工作 或者繼續讀書 然後你就跳出來 要面對江湖 會不會都令到你 是真的老年一點 其實我又不會覺得 自己比一般人去老年 只不過因為透過成長 一個人的成長 令到價值觀不同了 很想聽 其實我不反對 即是我不反對朋友 反對我做這行 我一向都說 你可以說的 你可以覺得有什麼問題 是OK的 你就說出來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你越反對我越做的人 而且我覺得 你越反對那件事 不是越值得去做嗎 即是如果個個都不去做 你去做才有意義 還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人是最重要 開心和無悔 所以我現在走這條路 我覺得自己是開心和無悔 那我想追問一下你 他們為什麼會反對你做歌手 甚至要走一條藝人的路 因為始終歌手這個職業 都是一個藝術家 藝術家可能經濟不太穩定 很難穩定 他們會覺得 Simon 你都整個二十小時 你都不去找份穩定的工作 或者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這對於我來說 不是重要的事情 有可能我家 雖然不是富裕 但是沒有給我一個很沉重的經濟壓力 所以我也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一直 由我參加比賽到現在 我家是沒有條件地支持 還有令你有一個條件去做歌手 很厲害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真的很成熟 還有我有時會想 其實很有趣 很多歌手 尤其是我們星期五的早上 因為都是創作歌手為主 我自己都是很不其然 會問他們會不會有壓力 這條路難不難走 因為不是有什麼大的唱片公司頂住 有些人甚至乎連唱片公司都沒有 仍然在街頭做他的音樂 我覺得這不是簡單的事 因為他真的會面對 他可能會有自己的家庭負擔 我記得我曾經有個組合上來 他們整隊人各自有自己的工作 有一個是社工 然後又要上班 有一個是教跳舞 一個是音樂老師 那我就想這條路也是一件難走的事 是呀 因為最近我在一些平台上 我寫了一篇文 我說其實這個行業 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你上的時候很漫長 但你可以欣賞到沿途很漂亮的風景 但有可能你走錯了一步 或者做錯了一些事情 或者你自己不生性 可能一落就落到下面 所以在這條路上 有得給你試 有得給你玩 已經是很幸福的事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要有人去搭條路軌 讓你走 公司、經理人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曾經幫助你的人 全部都是一尊一� 所以很感恩 你說如果除了我自己的一些 對自己的一些動力之外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這樣看 你很努力地爬上去 剛才說 如果有時候做錯事 我一衝就衝下去 但你越衝的路 那個力越大 你之後再上去的力 一樣都會更大 沒錯 我曾經有一個這個圈的朋友 曾經說過 他說 這個圈就好像你要跳高拿一個蘋果 你都要首先要蹲低 然後才可以跳高 所以我覺得 凡事都沒有說最好或者最壞 最重要是經歷過 我在今天安俊豪選的歌單裡面 看到一首林二汶的歌曲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是否都是你這七年來一個寫照 或者支持你的歌曲 感受 其實我多數Buskin都會唱這首歌 我說過 我想希望是帶給人力量的歌手 鼓勵支持 所以這首歌 也希望透過自己的小小故事 分享 可以將這些感覺放入這首歌裡面 廣告前 我們聽這首歌 好 音樂 字幕演唱會 永遠有一個悶味上 有蛇燭光未燃亮 若我太苦要落堂 傑塔斷仙亦無養 to ask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s to come 若要錯失永不能守 得到也不代表長久 假使快樂有盡頭 痛苦也未會不留 寂寞半點假如不能聖守 這生命注定過得不易笑與淚 亦有時候 to ask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若你說不再聽情歌 不想再經歷這漩渦 假使抱著你拳頭 到底也沒法牽手 就是為了追求一時平靜 將感情隔離半點感動到壓殺 活化成熟 永遠又不妥協傷口 有些暗示不放手 若你太刻意淡忘 若會補不到缺口 Why don't you just ask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最好的 尚未內臨 謝謝 謝謝 今天在直播室裡有今年的男新人 安俊豪 是 做甚麼 我一想一下男新人 這個也挺厲害 我覺得是一個人名 怎麼回答你 然後繼續呢 坦白說 剛才她說 在一些歌唱比賽 C哥就是三千人參加 三四十人在房間 唱一句歌詞 只是唱一句 一句 就要突出你的性格 否則別人就選不出你了 我想問一下 安俊豪 我忍不住 你記得當時在三四十人第一次歌詞 你唱了哪一句的歌 其實她也不是這麼一句 其實她是會有個叮叮的 大家一出來就會唱歌 唱完歌 你可以唱過頭 你未必要唱歌 你終於表現到自己 那你當時唱過甚麼 我記得當時我是唱 真的我要再想 因為唱太多 我忍不住 我突然又想 我記得是李勝傑的歌 我記得是李勝傑 我真的不認識很多 癡心絕對 但剛才我想問一下性格 因為你在這一行做歌手 性格也很重要 怎麼突出 我都說突為而出 就是她自己很有獨特的性格 無論她唱腔 或者她說話 她的表達方式 或者她的演出 都有她自己獨特的性格 你覺得安俊豪 獨特的性格是甚麼 其實我一開始 其實一開始 我有想過 做歌手的時候 要不要壓抑自己 然後塑造一個人認為的偶像 或者一個歌手出來 但我發現 這件事對我來說 是很難的 因為當我包裝自己 不是一個人 所以我現在發現 最好就是面對自己 真正的自己 把所有自己放出來 讓大家認識 真正的安俊豪是怎樣 是怎樣的 真正的安俊豪就是現在這樣 就是這樣 你覺得你的聲音 有甚麼獨特的地方 獨特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中音和中高音 會給予一個很舒服 或者是一個很 好像在跟你說話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有時都會 聽自己唱一些歌曲 這樣自己再聽 那感覺 聽起來 好像在講一些故事 舒服一點 柔和一點 我喜歡這種感覺 我也有這種感覺 剛才我觀察到 因為我們開節目之前 我們時間不夠 他選了幾首歌曲 有些可能要刪減 我看到安俊豪 他不算太猶豪 他也挺果斷 就這首歌 這首歌 之後我們唱這首歌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一個人的性格 如何在他的歌唱事業當中 突圍而出 他是一個柔弱的人 他是一個軟弱的人 柔而不定的人 還是甚麼的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 在你的作品 或者在你的歌聲 背達出來 別人就是聽到你這個性格 我覺得他的聲音 有些獨特性 有些像以前我認識當中的李國祥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是誰 有很少的感覺 有些聲音令我有這種感覺 當然你知不知是誰 我知道 很害怕 你這樣看著我 連這個已經叫勾 走得很快 這個世界 不過我覺得 很想等聽眾多 一個歌手自己的故事 因為剛才我們也說 如果感性一點 這條路很難走 除非你有幾百萬在身家 不是幾千萬幾億 身家在背後幫助你 幾百萬都不夠 沒錯 所以我們修正了 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其實我經常都會問 為何你這麼喜歡做歌手 是很想紅 有甚麼原因 你十幾歲 你就說 我要去比賽 然後還要去台灣 後來有機會 你便找地方去唱 其實之前 我在平台上 有做一些直播 曾經說過一句 堅持是正面的 這個詞是正面的 堅持 但其實 內律不好的意思就是 挖強 那這種挖強 對我來說 究竟是甚麼 我覺得 譬如走這條路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很多不順意 有很多很多不順境 有很多很多不順利 那你會促成了 當你有一天 有小虛的順利 或者你順 可以 好像點點底 對 可以有些聽眾 去給一些鼓勵你 或者去給一些支持你的時候 其實你的成功感 和你的感受是很深的 那種成功感很厲害 有人認同那種感覺 有人喜歡那種感覺很強 站在台上 站在台上 是最快獲得別人認同的方法 所以我走了去做一個歌手 明白 好啊 不如這樣吧 接著我們繼續聽這位歌手唱歌 好 接著你選哪首歌 接著 也是有意思的一首歌 就是陳奕迅的這首 《借借龍》 交給你 躺在冰場上 動也不想動 看著你抹向了臉孔 有個陌生人 出現不夠一分鐘 他拉著一件兜風 搬染著一條龍 他帶著一點笑容 煙火平凡的夢 到底他的名字 他的生活不懂 我不懂 沒人懂 感謝陌生人 被我騙頭痛 飄然過海大了笑容 寂寞天地中 成為我的大英雄 他能夠讓我感動 誰管他紅不紅 他知道自己有用 誰管他窮不窮 當地他的過去 他的未來成功 不成功 沒人懂 管他頭痛不頭痛 讓人這樣努力 我就覺得寬容 我的頭痛不再痛 能夠尋全著有事不空 普通說了沒人懂 愛的沒有用 我一樣很有用 我想什麼沒人懂 沒有人歌頌 總有人被感動 不具名的演員 不管有沒有觀眾 下下龍 阿里 武士願 圓滿的美夢 兩次太遙遠的彩虹 可來至少 胡同的他看不懂 他能夠讓我感動 誰管他紅不紅 他知道自己有用 誰管他窮不窮 到底他的過去 他的未來成功 不成功 沒人懂 管他頭痛不頭痛 讓人這樣努力 我就覺得寬容 我的頭痛不再痛 能夠尋全著有事不空 苦痛說了沒人懂 愛沒有用 我一樣很有用 我想什麼沒人懂 沒有人歌頌 沒有人歌頌 總有人被感動 不具名的演員 不管有沒有觀眾 下龍 管他頭痛不頭痛 這人這樣努力 我就覺得寬容 我的頭痛不再痛 能夠尋全著有事不空 苦痛說了沒人懂 愛沒有用 我一樣很有用 我想什麼沒人懂 沒有人歌頌 總有人被感動 沒有人歌頌 不具名的演員 不管有沒有觀眾 下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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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下山龍 真的是下山龍 台語來的 上海話上海 上海話 謝謝 剛才我聽到 他唱歌曲的歌詞 我都覺得挺有意思 不是一個情歌 有沒有觀眾 有沒有人聽他唱歌 紅不紅 成不成功 都要多謝 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 你這一行 其實有沒有 懷財不如這件事 你覺得 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其實 總會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角色 或者你自己做到一些音樂出來 加上現在互聯網這麼發達 可以說以前的年代是有的 現在這個年代是沒有的 因為大家都可以公平競爭 可以在各大平台 可以把自己的音樂作品放出來 或者可以把自己的 所有的生活的瑣碎事 都可以放出來 其實很容易讓別人認識到你 所以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是沒有懷財不如 有這麼多basking 你覺得自己彈得這麼好 或者唱得這麼好 你就可以出去唱 我想問一下安俊豪 其實你自己也是一個創作歌手 你自己是不是也會作歌 我有填詞 你自己也會填詞 有沒有今天選擇了什麼歌 是你自己填詞的歌 我這次就沒有了 因為本來我自己有一首歌叫《迷失》 那首歌是我比賽之後作的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給我很好地藏著它 因為趴過了迷失 對 我不想再想回那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也是比較 很低的時間 所以希望現在可以唱一些鼓勵的歌曲 令到大家有分力量 自己也有分力量 不過我有時覺得很有趣 當你面對自己曾經有些很迷失的時候 都是一個提醒 其實人都好像你說 有時真的會坐過山車 幸福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我經常都會說 要記住 不要那麼幸福 OK 夠了 因為不知為何去到高峰 去到很幸福的時候 你突然會有一個落下馬 你總是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你會不會都是這樣 其實我反而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很平常心的人 我自己走這條路 可能走一走一走一走 有塊石頭 卡到我 那是正常的 一條路有塊石頭 那我就繼續走 無端端有一張十元 那我就撿起他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不知道拿什麼比喻 我自己覺得 你走這條路 其實你得到多少 是不能夠預備 例如你做其他行業 有可能你可以慢慢去晉升 你知道升職會怎樣 有可能你起碼十年都會升職 但我們歌手來說 不能做十年就會紅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很奇妙的 紅毛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 紅毛對於我來說 不是必要的東西 反而是我想做多些音樂 做多些令人有共鳴的音樂 多些人欣賞的音樂 因為這件事才是對我來說最重要 認同 不如唱一首歌吧 這首歌其實我很想叫他唱 真的嗎 因為歌名叫小幸運 我想看看 究竟那個感覺 能否唱出來 其實這首歌 為什麼我會選擇 因為我想 大家都想想 其實大家有最青春的時候 最青春的時候 大家究竟那時候喜歡什麼 不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件事 大家想一想 我聽見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聽見遠方下歌鐘聲響起 我聽見遠方下歌鐘聲響起 可是我沒有聽見你的聲音 認真呼喚 認真呼喚我姓名 愛上你的時候還不懂感情 離別人 離別了才覺得刻骨骨鳴心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發現遇見了你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許當時忙著微笑和哭泣 忙著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裡說淡淡 人裡說淡然的忘記 是隨風裡雲裡 一直默默守護在原地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 原來我們和愛情成情靠得那麼近 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 那陪我淋的雨 你默默都是你 你成不然的真情 與你相遇好幸運 可我已失去為你淚流滿臉的權利 但願在我看不到的天際 你穿開了雙翼 遇見你的注定 耶 它會有多幸運 青春是短跌跌撞撞的旅行 擁有著後知後覺得沒有理 來不及感謝是你給我勇氣 讓我能做回我自己 也許當時忙著微笑和哭泣 忙著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裡說當然的忘記 是誰風裡雲裡一直默默守護在原地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 原來我們和愛情成情靠得那麼近 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 那陪我淚的雨 一抹目都是你 你成不然的真情 與你相遇好幸運 可我已失去為你淚流滿臉的權利 但願在我看不到的天際 你轉開了雙翼 遇見你的注定 它會有多幸運 裝飾 結怪與你每段往事 你不会懂 躲雨深陷降不出声 万长夜空 盼河七刻之中跟你相拥 让这暖暖爱已傻走被动 感受进入怀抱那甜蜜之中 虽然爱你我也不懂得 这可笑吗 路里却爱继续编辞于童话 梦里清醒都必把你牵挂 为你不识牺牲我都不怕 留下回忆总可以吗 明白是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偏感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沉沦作诗亦中讲爱你 宁愿让这美梦藏起 此生命不会死 一一回流在心中跟你继续飞 说爱你我也不懂得 这可笑吗 老女却爱继续编辞于童话 梦里清醒都必把你牵挂 为你不识牺牲我都不怕 留下留下 同话故事爱吧 明白是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偏感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沉沦作诗亦中讲爱你 宁愿让这美梦藏起 此生命不会死 一一回流在心中跟你继续飞 总是爱太狠狠 就算经多少负草 仍敢于丹起更多 明白是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感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埋藏内心打乱的印记 沉沦但我未曾心死 正是某天雪起 终不遗忘 尽管此生爱你 是悲 在8点57分的时候 要唱这首歌也不是一件容易 是 要解 要成功也好 是 我真的很久不早唱的 很棒 谢谢送给大家《沉沦》 我刚刚听过 就是安俊豪 你为新中歌手 这首《沉沦》的歌 刚刚开始派了 是吗 其实这首歌也派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这首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可以进入一些我本身很统景的地方 对于我来说也是感受很深的地方 所以其中一个地方是《沉沦》 所以是很开心 很想在电台有机会唱这首歌 其实真的 因为我自己在比赛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用一首歌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都会很支持你 或者给你鼓励 所以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里程 这个就是做歌手才会明白喜悦 即是能够派进去电台 有节目主持播这首歌 还加上你今天在这里做直播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容易 唱这首歌 当然我刚才本来叫安俊豪说 他韩国之旅受訓了十天 但原来时间一望大宗 哇 已经说得59分了 好了 我们要留待下一次 再上来再聊天 应该要 但我觉得除了安俊豪之外 我也很感谢Expert 彈得很好啊 应该有教坛吉他 有没有教坛吉他 有的有的 我又有机会跟你谈坛吉他 我觉得 亦都是喜欢音乐的人 在一个可能未必一定是什么组合 各方面 但一拍过去的时候 我很喜欢见到别人坛吉他 然后互相望眼神 有交流 这些都是一种 音乐不是自己自弹他的 自唱他的 是一种合作 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 要加油 多谢Expert 多谢安俊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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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